欢迎收看 PCM, 我是Andreel 今天我们刚刚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小米产品发布会 而我手里上这一部就是最新 A 字的手机 这部手机最大卖点就是采用原生 Android One 系统 Android One 是一个比较干净无添加的系统 以前小米手机一般都会用 Mi UI 系统 而 Mi UI 系统有点不同 另外会有很多古灵精怪的小米 App 手里面 这部手机相对比较干净 而配备方面, 这部手机有6吋屏幕 也算是挺大的, 以这部这么小的手机来说 也算是挺大的 另外就是一个Snapdragon 660 CPU 相对上这个版本是4GB RAM, 64GB 的容量 属于一个中配版本 这部手机本身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黑色、蓝色和金色 外观上的分别是蓝色和金色 会有一个白色的机面 即是这个边框是白色的 而黑色当然是黑色的 配件方面, 让大家看看 配件 一拉出来就会看到一个黑色的直交机架 配合黑色就会比较英俊 如果你手上一部是金色或蓝色版本 便会跟一个透明的机套 大家都知道透明的直交机套 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变黄 希望黑色应该不会吧 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SIM卡针 以及一个USB-C 是USB-C去3.5mm耳机插 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小米的手机 都已经没有了3.5mm耳机插的设计 所以如果大家用有线耳机听歌 就要用这个小配件 好, 主机 好, 主菜登场了 这部A2这部手机 就采用了这个 铝金属的一体式机身 设计来说 以及它的造工都相当不错的 唯独要彈 如果真的要彈的话 就是这个镜头就比较凸凸 如果相比起iPhone来说 就可能会凸凸凸 但因为本身这部机 真的很薄 即是只有7.3mm左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么多的机身来说 就算是镜头凸凸凸 我想大家都不会太介意的 好, 镜头方面 刚刚已经说过了 它有一个1200文的主镜头 和一个2000文的主镜头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扇风灯来的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指纹解缩的位置 我相信下一代的小魅手机 很大机会都会用屏幕解锁的设计 而这个就是一个自拍镜头 自拍镜头 也有2000万个摄影像素 我相信这部机来说 那个摄影的功能应该不会差 加上在发表会那里 都说过它有很多 AI处理相片的效能 我相信这部机如果喜欢拍摄的话 都应该是一部不错的选择 对吧 这样輕声 对吧 好 感谢观看